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总书记安德罗斯·基普里亚努 为团长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代表团 贺国强说中方重视发展中赛关系 愿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经贸、金融、旅游、文化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贺国强对塞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 始终坚持正确立场表示赞赏 贺国强说中赛两党在开拓合作领域 创新交流方式上进行了友谊尝试并取得积极成效 希望两党继续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智党理政经验交流 扩大青年交往和人文领域交流 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推动务实合作 促进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贺国强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反腐倡联建设的有关情况 吉普里亚努说 赛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的正义要求 并愿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赛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感谢观看